社會焦點來關注 今天早上九點多 國道發生了死亡車禍 有一對姐妹開車行進 國道相好北上苗栗造橋路段 但是車輛卻不明原因失控 整個字狀外側護欄 整輛車 您看到是扭曲跟變形 甚至護欄直接插進車裡面 畫面是相當驚悚 那麼救護人員抵達時 趕快把坐在副駕 輕傷的姐姐送醫 但遺憾的是三十二歲的妹妹 卡在扭曲的駕駛座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小客車自撞國道護欄 逆向停在車道上 車頭擠壓嚴重毀損 護欄還直接穿破車身 場面相當驚悚 但遺憾的是車禍猛力撞擊 導致女駕駛卡在扭曲 變形駕駛座內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而坐在副駕駛座的姐姐 則是輕傷 搭乘救護車 前往救醫治療 事故發生在十九號上午九點鐘左右 地點就在國道三號北上苗栗造橋路段 當時三十二歲的妹妹開車 載著四十一歲的姐姐行經國道 卻不明原因失控自撞 有沒有其他車子還是只有單車失誤 相關的造則的話 我們要等追查以後的話 才會釐清整個案件 姐妹開車外出 勸釀一死一傷意外 車輛為何失控 撞上護欄 詳細造訊原因 仍帶警方進一步釐清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道 記者彭光許苗栗報道